激光雷达的有无 是新能源产业迈向新一阶段的决定性要素 或为中国车企对特斯拉进行反制时的无奈之举 有人会说 中国车企如此卖力腰和激光雷达 不过是找到了下一把能快速割韭菜的刀 可不减反升的市场热度 似乎又在对这样的判断进行正面反击 2020年NIO Dasha 未来汽车创始人李斌 为外界带来了标配量产激光雷达的全新车型一级机 只不过 面朝整个汽车市场 姑且不谈 消费者对于激光雷达的感知和了解究竟有多少 仅从使用习惯 道路适应性和法规边界等因素去考虑 激光雷达大规模上车的原因 真的是建立在市场需求之上吗 可回落至深层次的技术端上 相比和赛科技 速腾巨创等 能在激光雷达的激光发射器 扫描器 接收器和处理设备 这四个基础组成部分 采用1550纳米光纤激光器 转进加镇景方案 APD雪崩二级管 以及FPGA现场可变成门列阵 以再说明 借此实现图像及远距离显示的图达通在对标Lumenauer的同时 中国借助激光雷达完成自动驾驶技术的领先 也不是一句空话 设想一下 当特斯拉在中国的体量呈指数时上升 膨胀到一个可观的量级 如果中国车企也采用纯视觉感知的智能化路线 或是索性躺平深耕于低线市场 未来的中国车市会向怎样的方向发展 现实中的硬件冗余也好 技术手段的先进性在哪里 此刻都显得不重要 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之买单 就能不断激发中国科技公司和自主车企的潜力